若在三途疾苦之处 我们在地狱恶鬼出身道 那人道里边也有苦恼的众生 我们其实都是苦恼众生 见词光明皆得休息 这三个道的苦恼 人生的种种苦恼就休息了 说这是真的吗 你们说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吗 我们在座个个都是证明 这个如人隐随随暖自知 过去那么多苦恼 不学佛之前 苦恼多得不得了 家庭的事那么多事 儿子丈夫工作房子车子 这非常的苦 那学了佛之后 虽然也没有发财 虽然还是以前一样 但是这些苦恼皆得休息 说我们念佛能满意气愿 我就想到说满一些志愿 有人就不相信 怎么能满一些志愿呢 其实就是这样 说我们的佛满我们的愿 就发现 比如说 你在这个地方 你说哎呀 河对面那边那边的国家的人富裕 我要到河对面去 在那过日子就挺好了 我需要 我需要一个船 那么在我们脑子里面 想的一根筋 就是佛如果给我搞了一个船 我过去了 不就满我愿了吗 但是佛并不给你船 你说佛没满意愿 不是的 佛说你在这里 以后就给你搞一栋房 你在这边就可以过好日子 不就行了吗 你这样就行了 就可以了 对吧 你说有的人说 哎呀 佛保佑我考一个什么好大学 结果佛又没有保佑你考好大学 让我上哈佛 又没有让你上哈佛 那你为什么要上这个学校呢 你上这学以后 还要使劲地读书 佛说现在你只要念佛了 你不上哈佛也可以心理平安 过快乐日子 那不就更好吗 所以佛满我们的愿 是兜底满你的 他不是说 你看那个眼光似的 佛说 佛给我搞好车 然后我到哪去 佛说不用你车 你就现在就可以了 就是他 他这种满你的愿 是超过你的想象 你的苦恼能够休息 你的心愿都有满足 接得休息 无福苦恼 这些呢 我觉得大家不要 如果我们读经 都从文具上来读 你就读不懂 那么如果念佛的人 你不能够如比如来光明志向 如比明义来念佛 你读这个地方 就觉得这吹大牛呢 这见到佛光那么照 我都没有苦恼吗 我还苦恼得很啊 这都是你信心不够 然后没有跟佛的光 没有发生交集 这就是你信心不够了 你信心不够了 不得得感的 都年义来 我还没有什么 我都没有想归 读这儿 你没想到